昨天晚上到今天的清晨呢 是这一波冷空气最强的时间点 圈泰各地都有10度以下的低温发生的情况 甚至局部地区有接近6度以下的一个低温出现 感受上是相当的寒冷 我们也预估到明天都是受到这一波寒流的影响 到了下礼拜一之后呢 寒流才会逐渐的减弱 各地都会恢复到比较稳定 可以看到太阳的一个天气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清晨的低温的分布 图中呢 色块的部分蓝色的区块 是10度以下低温发生的一个地方 其他地方的话 都是来到10到12度之间的一个温度情况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全台各地都有一些蓝色的区块出现 如刚刚所说 全台各地都有10度以下的低温发生 尤其是比较靠近是在中部的近山区或河谷 图中是呈现深蓝色的 也代表这边区块是有出现接近6度的一个低温 发生的一个情况 在比较偏南边的地方 像是高平以及台东的话 虽然温度有些地方没有像其他地方这么的寒冷 不过也是接近10度的 所以说今天清晨各地感受是非常的 相当的冷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从自东测站来看一下温度的极值的部分 最极端的温度在本岛是出现在云林线的林内 低温只有6.3度 桃园南头新竹台南这些地方呢 其实基本上都有接近6度一个低温发生 也提醒大家这个比较明显的低温的话 到明天也都还是有可能出现 那至于在今天白天的天气的状况的话 我们可以从左边是今天清晨的低温 那右边则是今天白天预估的一个高温的一个分布 我们可以看到在北部地区还有东北部地区 其实色调都还是比较偏蓝的 也代表说其实在北台湾今天的高温 可能也是只有在10度附近 属于是整天感受上都是相当寒冷的一个天气状况 那在中部花冬的话 图中色块大概是绿色跟黄色的一个范围 也代表说这些地方的今天的高温 可能只会回升到14度左右 至于在南部地区还有台东的局部地区 其实都来到45度以上的高温 甚至局部地区有机会来到接近20度 所以相对于北台湾而言 这些地方是有一些日夜温差在的 朝晚比较偏凉的天气 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多加的注意 至于在今天的降水的部分的话 我们从今天的天气的趋势可以看到 其实在今天环境比较偏向是东北风的情形 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 其实今天都还是有一些降雨的机会 主要是花冬比较靠近 是成功以南这一带的话 其实今天降雨的几率是比较高的 整天不定时都还是有一些局部性的降雨出现 至于在西半部的其他地方 大致上是属于多云稻情 可以看到阳光的天气形态 至于在金门 马祖 澎湖的话 今天也是比较属于稳定的一个天气 那么多云稳定的一个天气 谢谢大家